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蓝轩时间 那礼拜二的早上呢 一样是经济学人杂志 这是我们过完年之后的 第一次的经济学人杂志 所以呢 不晓得大家过年过得怎么样 这个算是要跟大家拜个晚年吗 沈云聪 恭喜发财 还有什么 红包拿来 我想我们那里数位 是都觉得这句话听得好开心 所以我都喜欢讲红包拿来 对呀 对呀 兔年新年新气象 真的祝大家新年一切平安 对呀 火跳跳 是不是 兔子就要跳嘛 对不对 你这么吉祥话是跟兔子有关的 我觉得好像今年的兔 都是什么 to you to you to 土超鸡 土超鸡 为什么想来想去都跟钱有关 因为我们是经济学人杂志 很好 所以祝大家发大财就是 赚钱赚到兔 真的啦 真的吗 可以赚到兔吗 好 这样如果 数套票数到兔 好 这样的话我兔也 我好像好熟哦 我觉得 很难都数一下嘛 没关系啦 OK 好 所以过完年回来 但是因为过年的关系啦 所以我们这一次要跟大家聊的经济学人杂志 还是跟过年前那一份的经济学人杂志 这个内容因为还蛮丰富的 所以我们就挑了一些出来继续聊 否则的话因为大家都也还在度假中回来嘛 来不及这个有更多的恨心的 对 其实我跟蓝学人讲啊 我们其实往年过年因为我们都会休假嘛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loss掉一两期杂志 我们没有办法做当周给大家来介绍 所以我们都会 然后再加上过去讲说我们每一期就只能讲四篇文章 会会很多遗珠之汉 很多好文章我们都没有啊分享 所以我说我们就借由这样的机会 机会来回头补介绍 之前没有机会介绍到的文章 对啊对啊这一次我们要聊的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很能聊 而且呢我觉得他可能不只是说在今年开年 就通常我们会觉得过完年是真正的啦 这个新年的开始 那这个话题要聊的事实上是整个我觉得 产业或者我们面对我们的职场 就不管你是一个企业经营者或者你是一个工作的人 其实你面对的职场事实上就有非常天翻地覆的改变啊 包括说呢其实什么叫做制造业什么叫做科技业 我们在过年前也跟大家聊到了 像特斯拉特斯拉到底是一个制造业还是一个科技业 越来越多的汽车厂都算是科技业 那同样的就一个个人来说的话呢 你到底是in-house还是在外面当freelancer 他觉得这个接近也越来越模糊 而模糊的意思代表的就是你有更多跨界的可能性 你对你自己职场的安排 你对这个自己人生的安排 你对这个产业的发展企业的拓展 你都有更多的一些思考 所以这是我们要聊的话题啦 不过呢刚才云冲讲到说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话题都 就是有点可惜了 没关系你有podcast 云冲的podcast里面其实就把很多我们 看聊的之外的 这个经营学院杂志的内容 他其实都会在他的podcast里面讲嘛 对不对 对啦 我们从蓝轩这个时间时段改了之后 我不说原本7点钟的听众听不到嘛 所以我当时就 就赶快开了一个7点钟的podcast 想要让大家可以保持在7点 礼拜二早上7点钟可以继续听到 所以就多做了一集 经济学院 经济学院特别急啊 所以你真的是冲着我们的节目的时间的更改而做的 他其实一直说要做 说很久了 没有啦 我podcast本来就有开了 本来就有开了 只是之前的podcast我都礼拜三 每个礼拜三更新 是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刚好你的节目时段调整了 然后我想说 那不如像我就再做一个7点钟的经济学院事件 试试看 那刚开始的想法就很 其实很单纯就是这样 可是慢慢慢慢做我就发现 有一些题目好像跟你谈比较有趣 所以我就在这里谈 那有一些题目 因为我们也就只能选到 你看我们每一期大概就四篇文章 那有一些文章就真的选不到的时候 我可能就把它放到podcast上去讲 但目前为止我大部分时间 题目其实都还蛮雷同的啦 因为我觉得7点钟听的听众 可能还是会想知道一些重要的题目 只是我一说在编辑上 在编排上顺序会改变 改变 那我们在在蓝宣时间 通常都是从蜂蜜故事开始谈起 但是我自己的podcast 我就比较有自由 所以我就比较弹性自己选 符合他自己风格的 或者说可能小钟一点点 或者说比较冷门一点点的话题 但也很有意思 要么偶尔也会特别去挑一些 就像是今天的状况 就是我们在上个过年前 聊到的hot这个话题之外 还有一些也很重要 那只是说可能要更深一点点聊 或者你总觉得说 好像没有那么的急迫性 但是有些事情他没有急迫性 反而更重要 经济学人我们这样读着 这么多年下来 大家知道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 就是他每一年之前我们都讲过 他耶诞节要放假去 所以他们会出的是何刊本 而这个何刊本 通常就会两大部分 一部分就是当中的新闻 另外一大部分就比较专题式的报道 而他的专题又不是都很硬邦邦的 什么经济学这类的 是很多更多生活性的 更多文化的 更多社会的 那其实就让你在放长假的时候 可以好好的去读 那这些文章他为了要准备 我自己觉得啦 他会多准备很多 然后老实说不见得都能放得下在何刊本 OK 也就是说这些文章呢 偷渡到新的一年领域 对都会陆陆续续的在接下来 就是跨入新的年度之后 前面那一个月的那几期 你会发现 还是会出现这种比较不像新闻性的专题 然后比较软性的文章 或者比较大概念的文章 那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们过年前录的这一期 Zero Sum 这一期封面 其实里面就有好几个题目 在我读起来 可能就是 他们搭拼文艺术 放不进去的文章 在耶诞节那个时候的何刊本 为什么这样子怀疑呢 是因为第一个 它篇幅真的很长 会比一般他们平常的专题 都要来得长 也就是说你读起来 可能是要十分钟左右的 时间的长度 为什么知道 是因为它的APP 它的APP上面 其实都会给大家建议 都说这篇文章你读要多少时间 然后大家其实也可以用听的 然后他们还会听的时间是多少 当然听的时间通常都会比较长 那像这一期里面几篇文章 我就发现 它不但文章长 而且切入的角度 不是那么财经 但它是跟财经有关的 跟我们经济生活有关 可是它有更多的社会 更多的文化面 更多比较更深入的去探讨 经济 经济 新闻跟消息底下 跟我们的生活 跟基本的价值观 有关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 所以这一期 我就选了这一期里面的几篇文章 来跟兰轩聊一聊 对就是我刚刚讲到说 我觉得开村满适合聊这个话题的 就是说当你通常啦 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会这样子 就是说 我也说还会觉得说 这已经越来越没有这样的去做了 就是我都会在 岁末年初 自我的稍微的检讨一下 反省一下 因为我们都没有一日三省无声嘛 所以只好一年三省无声 所以呢 希望新的一年呢 能够有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布局 新的开创 那这样子这个话题 就很适合大家来思考一下 不管你是个人 还是能去看待你自己的经营 还是你公司的经营 或是你自己职业的经营 我觉得都还蛮值得谈的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现场 好 回到来讯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 经济学人杂志 我们刚聊到 才刚刚过完年 然后你的 接下来新的这一年 你打算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你要怎么看待自己的工作 看待自己的公司的发展 然后呢 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布局 有没有一些想法 其实可以有一些新的观念 而注入的 没有聊的这个是 讲到科技已经改写了很多企业的疆界了 我刚刚讲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是像电动车了 那我们讲到去年的 等于是在美国新的一年了 但对我们来说是过年前了 他们那个消费 这个消费消费电子大展里面一大堆汽车 说他们是科技业 但是还不止于此 对不对 嗯 我补充一下好吗 因为上次你讲到那个 新年新希望 嗯 谢谢 其实我在podcast里面有跟大家介绍这一期的封面 设计 我们上次来不及讲 其实这个封面 经济学人说 他也是想要新年新希望 新年新气象 所以这是 因为这一期我们要介绍的是1月14号初刊的 也就是2023年 等一下 他的第二期杂志 对 这是一个数学符号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没错 我还算有点聪明的 没错 其实蓝轩常常都很正确的解读 经济学人说的封面 真的真的真的 那他这一期的封面 他其实原本他谈的是全球化 对 遭到破坏 所以他其实在发想的过程中 也曾经想过 他就弄个地球 然后地球被砸了 就是很逊 对 他们自带很逊 所以他们其实也特别的用心 想要给大家在新的一年 感觉到不同的风格 感觉到他们格外的用心 只有达文系密码的感觉 对对 大家要上网看一下 那个经济学人达的封面 才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这个血液里面有很多货柜轮 货柜轮排成了一个形状 对 这个形状是数学的符号 我们叫Sigma 我都忘记他叫什么 西格马 西格马 西格马什么意思 西格马其实就是连续加法的意思 就是连续加法 都忘了 但这些货柜呢 为什么会被挤压成一个连续加法的符号 是因为它底下背后有一个漩涡 对啊 漩涡我有看到 这个漩涡其实可能就代表着这场美国发动的零和游戏 其实正在把全世界都卷起来 都把它卷乱了 对 那卷乱的同时 其实就出现了这个连续加法的西格马 它仿佛在提醒美国 提醒世界 提醒西方国家 其实这个世界要更好 是应该用连续加法 大家都好 这个世界才会好 OK 这个解读有点 不能讲牵强啦 有点很很很高原的期待 当然有各种的解读啦 但我的意思是说 你可以看出经济学员在封面上 他们会藏着他们想要表达的意义 对啊 还蛮好玩的 那这个当然也都是拜今天的设计科技之次 我想我们才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尝试 那就回到你今天讲了 刚刚讲了这个今天要谈的题目 我们接下来聊到这个是 他在这一期里面的business的头条 嗯 他谈的就是数位 今天的数位科技 怎么去改变我们的企业的讲解 嗯 因为要知道 我们今天的企业的形态 是从工业革命以后才诞生的 嗯 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前 我们没有什么大工厂的 因为小工厂都没有 基本上都是工匠 基本上都是家庭 嗯 都是师傅 没错 很厉害的师傅 所以呢 我们每个师傅自己去找到好的原料 然后在家里生产之后 哎 拿到大街上去卖 嗯 但是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 嗯 因为工业革命呃 发生之后就有很聪明的创业家 很厉害的企业家 嗯 哎 想办法呢 去兜各种各样的原料 然后呢 去雇用大量的员工 嗯 然后盖很大的工厂 嗯 然后在工厂里面 生产出来 生产线 对 然后再再卖 生产线是一个最大的 改变了大规模生产的 这样的可能性嘛 嗯 对 对 也就是说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各种新科技 改变了企业经营的方式 嗯 嗯 那这是工业革命 这两百 这几百年来我们所看到的 很大的变化 那最大的变化 其实就是 过去呃 生产要靠工匠 比如我是商人 是农工商 我们还是 中国西方都一样都有商人 可是商人呢 要靠工匠 他得去跟你采购 去买好的东西来 转手去卖掉 他卖赚差价 可是呢 有了自己的工厂之后 他不用靠你了 嗯 他自己找来的工人 自己雇佣员工 他不要再付你手艺的钱 而是他付薪水给员工就可以了 嗯 薪水可以让他省很多 嗯 然后呢 去卖给消费者 嗯 而且随着工业革命而来的 各种的新科技 什么 电报啦 通讯啦 电话啦 以及货柜船啦 嗯 这些发现其实都让呃 企业可以有更好的工具可以用 也就一步一步的让企业更加的壮大 嗯 学历也就更加的集中 秦成我们今天 我们几乎都逃不离大企业的手掌心的实际 嗯嗯 所以这个是呃科技对我们所带来的改变 那他这一期要切入的是他说呃这一波的疫情我们可以看到数位科技 哎慢慢又再带来新的改变了嗯 嗯 他把过去企业不是我刚才讲把工匠拉到公司里面变成员工 嗯 变成自己的工人吗嗯 但是这一波的数位科技尤其在疫情中我们看到他好像慢慢呢又把工作的人从企业放回去了拉回去了嗯啊 自己的员工不用载到工厂不用载到公司来了嗯 而是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嗯 然后呢 甚至我连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公司都未必需要呃自己养人而是我可以外包嗯 给不同的给别人嗯 让他们来生产之后交给我来帮他卖嗯 这个世界好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嗯 呃原本进来的现在又慢慢的跑出去了嗯 为什么也就是拜我们今天的数位科技之词嗯 哎不过你在讲外包啊又跟我们上次聊到的全球化有关系哦嗯 就过去来讲如果全球化这个浪潮一路走下去的话我想这个呃 加上啊这个科技数位的呃助攻我觉得这个趋势会来的更更广更快哦 在现在全球化如果碰到逆潮之后这外包的部分会不会有那么那么大的顺畅 或者说总而言之长链变短啊这个全球变区域我觉得这么也还是值得观察的 但是刚刚云通讲到这一个呃内容里面来讲就是说最大的不同 所以很多人在形容这叫做第三次的世界革命工业革命嘛 就是说呃数位科技进来之后又有了呃这个机器手背 机器人啊又有了工作场域的改变 又有了线上的这个虚拟呃跟跟实境之类啊这样的一个运用 其实就变得真的是很颠覆了啊这个过去认为的呃所的工作 其实我记得我很早以前讲过一个叫做一本书 啊这个之后然后开始了有了上班时间才开始的哦不是 不是我们的老祖先一直都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再改变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而现在就正在改变中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星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集的经济学人杂志哦那这个的话我们要聊的是从过年前了哦到现在是同样一份的呃这个杂志的内容 但里面有蛮多蛮精彩的而且呢蛮值得我们来想一想的啊在这个嗯新年啊新春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聊到的是科技啊这个改改写了整个企业的疆界也改写了我们对工作的定义接下来的话呢甚至会改写我们的生活啊因为我们的生活经常是跟着我们的呃这个工作跟着我们的职场啊虽然我们经常要提醒大家说其实你来到这个地球你并不是为了工作而来而你是为了生活而来 你的工作是为了生活而不是你的生活是为了工作啊但不论如何工作对于我们的影响当然都还蛮大的啦哦好所以呢怎么样子看待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第三波的工业革命其实真的包括台湾在内啊你看疫情过后你们发现很多公司现在都已经习惯了部分在家上班是有些人现在已经就算疫情过去他还是有两天到三天可能就在家上班他没有再回到公司去了嗯所以这种现象我认为未来会会越来越常见因为接下来大家发现什么Zoom啦Meet啦Tina 嗯当然使用越来越习惯美国就是这个样子嗯所以这一波的所谓数位是嗯所谓的数位科技改变工作的疆界改变企业的疆界啊它其实呈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当然是企业内部的员工嗯现在有越来越高的比例都不用再到公司去上班嗯也就是说你同样是当人家的员工好了你的工作地点不再像过去受到那么大的限制嗯 比方说如果你不喜欢搬家嗯你现在有更好的条件去跟公司谈你继续住在你的乡下嗯但是透过远距是哦那你可以省掉了住在拥挤的大城市的各种的问题嗯塞车啦高房价啦高租金啦等等 嗯再来影响了不是只有企业内部还有企业外部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啊选择跟外部的对象来合作嗯所以在美国的统计啊经济学院说2018年的freelancer的收入1351 2021年爆增到2470亿增加了1000多亿嗯嗯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里面的白领工作嗯都外包了嗯嗯然后他说去年啊这个亚特兰大的联准会曾经有个调查规模蛮大的美国500家大型的企业结果发现啊里头有两成的企业啊在过去这段时间增加了他的外包的活动嗯有些外包到国内有些外包到国外啊嗯啊 那另外有一个统计他是说目前在美国独立接案啊嗯独立接案的人嗯呃什么定义独立接案呢就是他每周投入至少15个小时做这个事情的人嗯哼他说在2019年有1500万人嗯到了2022年有2200万人你看几乎是整个一个那个台湾的人口啊嗯嗯真的这个数字也有人说啊太夸大了但其实去即便是比较保守的统计也都是上百万人以上数百万人 那我相信这个听众朋友在听到现在一定很好奇到底哪些行业他可以比较容易接受外包也就是说你是在哪一个行业工作的人嗯你现在或者还没有但未来接下来其实很可能他可以去被外包太多了以前我们所谓的GIG WORKS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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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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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的平台现在越来越多 而且在不同行业都有 所以他让现在的企业 更容易找到 可以完成外包任务的人 或者是机构 来帮他完成过去 他必须靠员工来完成的任务 听起来我觉得 现在因为媒体 或者说网络上面社群经营 当然是这些年来 新增的一个内容 所以这部分好像很可以 由外包或是freelancer来完成 但我觉得会不会以后到了 那种只要是非劳力型的 只要是动脑的 白领的 做办公室的 会不会都很容易 外包 会的一定会的 但他除不单纯 我认为他最终 还是会并存的现象 因为有些老板还是喜欢 大家乖乖到公司打卡 在马斯克就是 在马斯克就是说 我的皇国 他就觉得你在家里就是在鬼混 但是很多企业已经发现 如果他能够好好利用跟掌握的话 这些外部的freelancers 可能会可以为他带来更大的好处 所以比方说 到底哪一些东西可以自己来 什么样的东西必须靠外人呢 他这边就引述的是 诺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扣斯 Rona Coase 他曾经提出的一个主张 他认为 企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然后也就是说企业你规模要维持多大或者多小 其实要看两件事情 第一看交易成本 以及第二看资讯成本 也就是说 如果你留在自己内部做 交易成本跟资讯成本越低 那你就自己做 资讯成本什么意思 沟通的成本 比如说 我自己每天在公司可以彼此接触和开会 我的交易资讯成本就低 但是如果到外面上 以前我还要开个车 到你公司到你另外去 这资讯成本是高的 但现在其实有了各种的网络科技 资讯成本就低了 所以造成的结果是 企业现在要重新打算盘 重新去评估 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包括我们自己出版也都 我发现那种很厉害用网络 很像支术一样在爬网的 越增优势 但当然总体来说 经济学院这篇晚车是认为 目前当然到底有多少企业 很仰赖外包 仰赖的程度有多少 很难讲 因为没有任何具体的统计 因为企业才不会让你知道 但是总的来说 如果继续朝这个方向去 他认为是双赢的 因为对企业来说 如果可以找到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外包 省掉他还要搞这么大的办公室 养这么多的员工 他的利润就可以增加 至于对freelancer来说 他能就有更多的机会 更好的机会 他的收入也会更高 他的生活平时也会更好 他更可能可以兼顾家庭 兼顾自己的生活 对不对 对员工来说也是 他未来不见得一定要挤到 什么大都市的蛋黄区 而是他可以住在比较远的地方 但是同样可以好好的在工作上有很不错的表现 OK 好所以这件事情事实上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过去这些年我们都一点一滴都有在讲 但是重点在说它慢慢慢慢的落实了 所以这个疫情结束之后 办公室是不是需要还那么大 然后裁掉的人是不是还需要回辟 或者说我们自己的工作的场域是不是可以搬得远一点 如果这样子的话 那其他的卫星城市 他的房价会不会因此而有了什么样的改变等等 事实上都是在改变当中 所以对于你我来说 是不是会有一个新的布局 新的机会呢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回到来讯时间 继续谈到沈英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我们刚刚聊到的是科技 改写了企业的改写了个人工作等等的一些将界 可能有些可以新的思考 那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还蛮搭的 我们就要聊说 那公司会不会要你去签一些 进业条款 确实是啊 如果说你外包的工作越来越多了 或者你更不特别需要每天都进公司了 但是公司会不会心里面觉得有点点不安 就是说第一个你在家你工作状态怎么样 你是不是一样的八个小时都坐在那边怪怪的工作 那所以我要确保你能够达成你被交付的工作品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会同时时间在家接别的工作啊 对不对 现在斜杠这么多 事实上如果说你真的有能耐的话 其实同样在电脑里面 或者同样的一些工作你可以接蛮多的 这个时候公司可能会跟你之间的一些契约 得要好好的重新的想一想 你知道在疫情期间在美国就有发现 就是有人同时上两份班 两份都客气的我觉得 如果说类似的 但是后来就被发现就被fire了 所以 这一期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 其实谈禁业禁止的条款 因为我想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员工也都很熟悉 你去工作因为它涉及智慧财产权的保护等等 他就希望你来我这里工作之后 你离开之后拜托不要到我的同业去 可能三年内五年内 对对对所以就要禁业禁止嘛 那签了这个合约你到时候就是如果离职的话 那你可能三五年内就只能去找别的工作 到餐厅打工嘛 但anyway 还有成品可以打工 当然有这样的条款 我想目几为止 劳资双方都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毕竟企业也需要去保护 它的智慧财产权权不外流嘛 也避免对手来这种恶意挖脚 知道你好 你可能会带公司的机密资料来 所以我来恶意的挖脚 但是 但是现在美国有越来越多人发现 这种禁业禁止条款 被很多的大企业给滥用 就算一些 其实没有什么智慧财产权的问题的企业 也会跟远工想要签这种禁业禁止 没错 你在想我脑袋里在想 其实我们就有朋友在媒体圈 也就高 比较高的主管 也被要求签这个禁业禁止条款 是哦 这其实没什么道理 在美国比较离谱的是 几年前美国有一家 卖sandwich的连锁店 你知道吗 他竟然在合约里面去加入一个条款 要求呢 你在我这家公司 这家卖三明治的上班过 离职之后呢 你两年内呢 你不可以到方圆三英里之内 任何卖浅亭宝的 买素食 卖面包的 你去打工去上班 真的 所以这个他是担心你把这个 钱电宝的配方 放多少薯 放多少生菜 放多少番茄 这有多扯就不用再讲了 所以后来他被踢爆之后 也就赶快取消了 因为实在没道理的事情 而且要知道你这打工人 都是辛苦的人 你这样禁止到他 还能去哪里工作 但这也引起更多人 对于禁业禁止条款的合理性 提出质疑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过去赞成跟主张 企业可以合理 先禁业禁止条款的目的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要保护自己的智慧财产权权 然后更长期来说 其实因为有禁业禁止条款 你会更加愿意 长期待在我的公司 那也有利于企业培养 长期的人才 而人才也更愿意长期投入 然后更重要的是 当然避免恶意的轻易的挖脚 那当大家没有办法 轻易的挖脚的情况下 只好怎么样 更用心的培养自己的人才 所以整体来说 是朝健康的方向去的 但是呢讲是这样子讲 可是实际上我们知道 代价是非常高的 而且不见得有那个必要 为什么 因为第一 你如果要保护制约财产权权 对不对 OK啊 因为我们现有的制裁法 本来就已经有保密 条款 就已经足以 嚇阻跟避免极灭外泄 你真的带走的话 你是要吃官司的 所以第一 在这种情况下 禁业禁止条款 还有这个必要吗 再来第二个 你说要留住人才 听起来是很好听 要鼓励企业培养人才 也是不错的 可是方法很多吧 对啊 对啊 不见的是要用这个吧 你用那种 如果你走 你要付出一个 五年被绑的代价 所以你就好留 这种听起来就比较 没错啊 所以其实 气质不知道 我觉得很多企业脑袋都很清楚 怎么会不知道 一些高科技业都是很聪明的人啊 那为什么还用这一条呢 当然是第一 给自己更多的保障 再来第二个 也是更重要的是 大家都这么做的话 你没办法跳槽 你的薪水呢 我就不用想办法给你加太多 因为否则 永远有同业来给你挖脚 给你提更高的薪水 我压力就很大 所以他说 这也是企业变相的压低员工 在就业市场的价值的另外一招 OK 这听起来就蛮恶劣的 但这就是 这就是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一件事情 所以经济权其实有两篇文章 帮大家分析 所谓经济经济条款 现在在美国所引起的讨论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 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Google相关的文章 正反面来看一看 所以你下次 当公司要求你 签这个禁业禁止条款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好好走下来 讨论跟思考的 而且重点在于 我们刚刚讲到 现在至少就美国的例子来看 要求签禁业禁止条款的产业 越来越多了 到底合不合理 是不是能够有这样的规范 劳资之间的关系 是用这种恫吓式的方式 或者用一种约束的方式 来进行的吗 OK 我们继续回到现场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沈云聪 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 最后聊一个蛮好玩的话题 比较轻松了 事实上也是大家好像有点点 被忽略掉了 在台湾事实上也是蛮被注意的 不管你要称他叫做熟灵经济学 橘色经济学 还是壮世代经济学 总而言之 就是现在大家升得越来越少了 对台湾真的还蛮可怕的 台湾在最后的结算 我都还记得2022年的话 我们升不到14万 当然有人说因为是虎年的关系 我以前还不晓得说虎年 真的大家那么的在乎 所以不喜欢 我想说虎腹无犬子 虎子不是很好吗 不好 虎年不好 龙年好 所以总而言之 台湾生的很少 那兔年好不好 生个兔崽子 我觉得虎不兔崽子好很好 我觉得我想生有能力 每一年都很好 对不对 而且你看 别人不生你生 我觉得有优势 就市场来说 对不对 否则你看龙年 每次那么多人 你要挤 当然现在没有什么升学载门 但是竞争相对来说 也还是激烈不是吗 但总而言之 我们要讲的是 台湾那个生不如死 已经好多年了 那就是说 你越来越老化的社会 大家对于老这件事情 其实真的一定要扭转 整个的心态 我们要聊的是 奶奶经济学 就爷爷奶奶 阿公阿嬷 其实不要小看他们 这个是很有经济 其实我在podcast里面 有讲 这是这一期里面 老实说我最喜欢的文章 因为就像经济学人说的 阿公阿嬷 我们大家都有 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大家很少去谈 阿公阿嬷的价值 跟他们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 所以国际上也很少有论文 去探讨阿公阿嬷 在经济上的重要性 但是实际上阿公阿嬷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研究显示 研究显示 有阿嬷 其实应该叫阿嬷 为什么 因为阿公太懒了 阿公通常帮忙带的都是阿嬷 真的 他说呢 有祖父母帮忙 尤其是祖母帮忙带的孩子 他成长会比较好 不管是情绪上 不管是行为上 都呈现比较稳定的成长 真的吗 是的 再来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 也是他对经济上 更直接的贡献 就是有了祖父母的帮忙 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 很多的妈妈 因为有她的妈妈 在帮忙带小孩 因为有老公的妈妈 在帮忙带小孩 所以她可以出去上班 所以她可以出去工作 也就让生活 可以更有效地去改善 有研究显示是倒过来的 通常的当这个帮忙带养的阿嬷 去世了之后 其实妈妈的就业率就突然骤降 所以这个是很明确 阿嬷所带来的重要的贡献 可是呢 妈妈的妈妈很伟大 其实是真的 爸爸的妈妈也很伟大 爸爸的妈妈也很伟大 对对对 那就是爸爸跟爸爸的爸爸不够伟大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要设定一个情境 我刚刚一直在听你再讲 就是说有他们帮忙的话很棒 台湾其实也有在讨论隔代教育 没错 所以刚才就讲不见得是一个好的状况 就是看你是什么样的条件啊 对 我都觉得经济学人他很有感觉的 所以经济学人里面也特别回答你的问题 的确刚刚讲的 他心有灵犀一点通就是了 对对对对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 真的就是必须阿嬷是辅助性的角色 而不是就爸妈完全缺气的隔代教养 那如果是隔代教养的状况 通常这个孩子在行为上 在心理上都普遍问题比较多 嗯真的 为什么当然这个寄生蛋蛋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还不一定那个因果关系是明确的 因为比方说为什么会隔代教养 嗯 可能就是妈妈生了重病 或者是妈妈走掉了 嗯嗯 或者是爸爸在坐牢 嗯 所以只好把孩子丢给阿公阿嬷去养 所以这种这种家庭 呃环境下长大的孩子 当然行为上情感上 都会普遍有比较多的创伤 嗯 这当然不是好的 但我们现在讲的是 呃有阿嬷做辅助性角色 嗯 所带养的家庭跟孩子 他其实是成长会比较好 这未来的贡献当然也会对 嗯 也会比较大 嗯 可是呢 呃我们现在其实对阿公阿嬷的角色 是比较忽略的 嗯 也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人说 他其实找不到 关于阿公阿嬷的相关的统计 嗯 所以最后他这篇文章要完成 他是邀请德国的一家人口研究中心的学者 请他呢 去透过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去估计出来的 嗯 到底全球有多少阿公阿嬷你知道吗 没有人知道 我们知道老人口 中年人口 又年人口多少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些老年人口当中 有多少的阿公阿嬷 原则上来说 相对来讲 比较年长的人口 应该都是 是阿公阿嬷 未必 同样是阿公阿嬷 不一样哦 有些国家的阿公阿嬷 像在日本平均来说是72岁 但是在非洲有些国家 像乌冠达 平均来说53岁 壳冠达 不一定是 是 統計上我們目前都是只能用剛剛講的這個方式去估計出來 但可以預計他們認為為什麼特別談這件事情 因為未來隨著人口繼續的老化 出生率越來越低 然後老年人的壽命越來越長 阿嬤跟孫子們 所謂孫子們它定義是15歲以下的比率 其實這50年來已經明顯的在提高了 未來到了2050年 阿公阿嬤等級的在這個社會上的人口結構裡面 會超過孫子們 是啊 這我剛講生不如死的狀況就這樣 所以意思就是重點在於說 所以呢我們以前會說什麼 你要什麼爸爸買給你 我告訴你你以後要什麼呢 阿公阿嬤買給你 所以他們的產生的經濟學由他們來主導 或者說他們佔了一部分 他們決定要買什麼買哪一個品牌 需不需要都是由阿公阿嬤來決定 我們現在可能阿公阿嬤都比爸爸媽媽有錢 對還有 而且阿公阿嬤帶養老實說不是沒有問題的 包括第一個 比較有錢也比較寵孫子 所以他說阿公阿嬤帶養的 比較胖 比較容易 然後呢 他說阿公阿嬤帶養 畢竟他不是很專業的 所以不是那種專業的拖音啊 或者帶養的中心 所以呢其實麻煩也比較多 危險意外發生的距離也比較高 真的嗎 OK 所以應該是不是很有趣的一篇文章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生活中會遇到 可是我們卻沒有看到一個 就真的發生中 對對對 沒有看到比較有深入 比較宏觀的分析跟報導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了 推薦大家 推薦大家看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這篇文章 對啊 而且我覺得以後很必要性 就是現在講什麼輕盈共居 我覺得輕盈共處 就以後到底這個世界裡面 不同世代當中的相處 我覺得這部問題真的是很值得 就是要好好的去去磨合磨合 去思考思考 OK好 非常謝謝沈雲聰 帶給我們這一期的經濟學人雜誌 謝謝啦 掰掰